当一个自我意识 越来越了解自己 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心 各位 这个自我意识 就慢慢可以接收 来自心灵的导引 来自心灵的导引是什么 直觉 智慧 你的冲动 你的灵感 你的第六感 你慢慢可以把 自我意识 得到内在的 心灵的支持 比如说一个白目 且内在有自信心的人 他就会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他会去学习 甚至会去道歉 一个白目 且又没有自信心 又会跟你对抗的人 表示他内心什么 又希望被你肯定 又要跟你对抗 各位有没有 所以很多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都是这样 我要被你肯定 我要跟你对抗 你对我越糟 我就对你越糟 因为我觉得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糟 所以怎么样 建立起一个健康的自我意识 各位了解我第一次 面对自己很重要 来我们再往下看 来这句话请划线 你的进展 大致 取决于 你自己的态度 你自己的态度 但是 你再也不会是原来的自己了 当你愿意探索心灵的时候 任何新的经验 都会改变 人类的人格 因此这些经验 将会扩大你意识的幅度 把那些能力跟内在感官 带到你的觉察范围内 那请划线 各位 所以我们学赛斯心法 包括看赛斯书的目的是什么 把内在的能力跟内在感官 带到你的觉察范围内 就是这个自我意识 越来越能够接收内我的感知 他越来越能跟直觉的自己 做连结 他越来越能够 跟内在的圣灵的感知 做连结 那如果以疗愈来讲 他越来越容易建立信心 启动内在的疗愈 就好像我最近 一直跟大家讲一个公式 有没有 能量 力量 行动 实相 你不能只有 能量没有力量 能量是一个没有力量的方向 各位了解吗 你需要有能量 但是能量要变什么 力量 各位 你不可以每天都只有想法 你最后要有行动 是啊 你不能只有感觉 最后生命没有展现 能量就一定要变力量 力量 才能产生行动 行动才能什么 创造实相 那各位 当能量 无法变力量 能量就会变无力感 无力感就会创造到什么 疾病 疾病跟负面的人生事件 这样明白吗 所以疾病是来自能量 无法转成什么 力量 所以像我们这边的 癌友也好 生病的人也好 你要开始学习 如何把能量变力量 感谢观看